无量受尽的尽体上 清尽平等觉 就是这个境界 由此可知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境界 我们没有能力立命 没有能力断活 如果要想入这个境界 修其他法门 是决定的不可能 这个不是我说的不可能 一切经里头讲的不可能 唯一由念佛求真净土 得弥陀本愿的加持 临终佛来借引我们往生 这就可能 这样才能够入不思议 血涂进去 除此这一门 我们有第二门好走啊 大臣 血迷八个宗派 八大宗啊 我在年轻的时候 跟一般年轻人差不多 求知悦 非常强烈 很旺盛的 哪一种的电机 都想去涉猎一下 都想去学一学 耽误了不少时间 浪费了许许多多的精神 精力 最后专门念佛 修净土 道理在哪里呢 看看其他过宗国派 过宗法门 想想自己做不到 实在没有办法 禅宗不但讲开悟 我们做不到 禅定都得不到 我们有个能力 盘腿面鼻 做个三个月半年 不出定吗 做不到 其实三个月半年 不出定 又算得了什么呢 将来不过是 生死产天而已呀 不能出三界呀 你才知道 这个多难 舍命 三命相应 即身成佛 你能成得了吗 尽私烦恼不断 成个什么佛 纵然 依照这个灭法修持 功夫很得烈 有好的上司在旁边知道 即身成佛了 也不过成个藏教佛而已呀 他的地位呀 应光大思将啊 顶多只等于穆罗汉 甚至于穆罗汉不断 只能等于三个神人 只是这样的成就啊 举例圆教的佛国 圆之圆矣啊 这在应光大思文朝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些祖师大德都是讲真话 我这次统统放下来 我这次统统放下来 修进度 弘扬进度 知道这个法门 在末法往后九千年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地的确确可以普度众生 能令一切众生 这个有缘的众生 能信能约 顾顾往生不退臣服 我一辞一门啊 几十年时间才认清楚啊 这个经典法门 不都摆在眼前的 不适合啊 花了几十年 这才搞清楚 才搞明白 才发现的原来这桩事情 全都写在无量寿经的经题上 过去也看这个经题 也念这个经题 没发现 不想这个意思 总之其念皆非 便其念之非也非 今云这非这非 今云这非如是如是 此这非之究竟了亦 这个十段跟十一段好 非常非常好 你看文字不多 讲得很圆满 很透彻 很究竟 他要没有相当功夫 他要不是过来人 这个话说不出来 那么江居士 他怎么样成就的 我们在他整个讲义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看出他是怎么成就的 他教宗薄弱 用薄弱的方法 集合念佛法 用薄弱什么方法呢 立明字相 立言说相 立心原相 这就是我们最近讲的 这一段集合 受持金刚薄弱 薄弱 怎么个受持 立言说立明字立心原 就是受持金刚薄弱 这个三个项一离开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真正恢复到清净心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用一切放下 一心专念 这个得阿弥陀佛 本院为神的加持 那个力量就太强太强了 别人人 都快送阿弥陀佛 我 好